大家好,这里是麻辣编辑 大陆增台大熊猫团团第二次核磁共振检测后 发现脑部的恶性肿瘤几率大幅提高 大陆也安排两名专家赴台探视 他被市场柯文哲却称团团是快挂掉的媳妇 遭批评只会说风凉话 他当局农委会副主任黄青城日前受访时竟表示 如果有必要,大陆可以把团团拿回去 被痛批发言非常的不恰当,极度不负责任 自2009年元旦,赠台大熊猫和民众见面后 至今熊猫馆的观看人次已高达2628万 团团圆圆2013年7月6日所生的圆仔 出生时更创造了5亿元的新台币的商机 如今团团生病了 台农委会却说要把团团送回去 岛内舆论批评团团圆圆是台湾的家人 不是物品,不能坏掉就还回去 台农委会的说法,冷血没有人性